最近這段時間是真的團出事案最關的問題 感染委員 電手機和創總議表示 路動部在十年前 修改中世餐 平調技術師 強調的規範 出校要先參加衛生工事的洗手 才能報名科技 最關的規定 最強的限界導致 衛生的地靈和食品的安全 所以申請主動調查 最近布林第一次的音頻集團 北紅粉接著有名的連續餐廳 連續有消費者吃東西之後 出現老闆下 才身體不適合循環 甚至市部長都在手機 以後掛解關心 有美鳥向鑑撤一定情歡迎 路動部十年前修正 中世餐 技術師 檢定規範 不少參加衛生工事事所就在部署 強調影響十萬衛生和衛生的地靈 鑑撤委員請主動來調查 他可能懂作態 但不一定懂衛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修改 我們想了解這個原因 也想了解這個過程 鑑撤委員說 幾期報告中世山 主持技術師 幾年檢定進行 拼其必須參加八點精 以及必須參加十六點精的餐飲 衛生工事 才可以報告 而且由餐飲客客人員來做這個衛生的平行 那適合合上五點這些嚴重的生活 只會讓他41分沒客氣 不過這案規定 第一百控三年修正出銷了 他都有一定的概念 如果說是在考試之前 需要去做衛生獎級 我覺得當然是更周延 配合衛福部相關從業人員 管理的相關規定裡面 已經有衛生獎級的規範了 所以我們就不再重新律定 為何不說 若是有中世山主持技術師 政治人員申請 總部篩政主 有好期間是四年 期末可以接受電言 並且每年要接受七九八點精的衛生工事 來確保待中餐飲衛生的安全 記者綜合報告